近日,芒果娱乐宣布环珠格克将重新启动,荧幕经典再次被拿来重温。 琼瑶女士也通过视频证实此事,并表示,翻开重点放在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,用全新的方式讲述经典故事。 据《环珠格克》第一部已经整整20年,虽然现在看来剧情有些雷人,表演也比较浮夸,但《环珠》带来的浪漫主义冲击,对亲情、爱情、友谊的解读,深深影响了一代人,尤其第一部。 第二部更是被称为经典,许多场景和台词如今依然被大家津津乐道,剧中的人物也时常被拿来,可后来的轻功剧作对比, 即使剧中的反面人物皇后容嬷嬷现在提起来,也是充满了亲切感,他们已经超越了角色的影响,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,如此经典想必很难超越,事实证明。 后来的《环珠》第三部,新环珠格克都很难翻越前面的标杆,创造自己的历史。 如今《环珠》在重启,观众的心理也是很波澜,最近网上传出《环珠》在重拍的演员名单,从名单上来看,这次的演员阵容似乎没有采用之前的推新人策略。 一些主要角色选用则是已经成名的演员,杨子凭借加油儿女成名,是国民族很高的女演员。 他自己也曾经表示,是昭薇的忠实粉丝,当联考北京电影学院就是为了他,如今走的是小话路线,在个人形象上也做了调整,变得正秀气。 纵观杨子曾经参与速导的影视角色,他既能演出《欢乐送中秋莹莹》的天真憨傻,也能驾驭战长沙中从少女到人母的转变。 如今的《香蜜》好评如潮,他本人也是精英女神的热门候选。 杨子的人气是有的,演技也是有的,但观众需要的是一个不由损既定印象的小燕子。 要知道当年的李盛在形象上与赵薇还是有些许接近的,同是瞪着一对大大的眼睛,同是一副朦胧无知样,可观众还是觉得这个版本太低配了。 名单里最辣眼睛的要树紫薇的扮演者张新宇了。 张新宇一直以性感形象著称,美艳不可放物,饰演温柔可怜的紫薇,嗯,或者人家本人的内心就是如此温柔如睡了。 况且张新宇多才多艺,也是才女艺美的,严紫薇这样的才女也说得通。 沈梦臣的令妃,许晴的父亲,带春荣的容模模,张新宇一直以性感形象著称,美艳不可放物,饰演温柔可怜的紫薇,嗯,或者人家本人的内心就是如此温柔如睡了。 况且张新宇多才多艺,也是才女艺美的,严紫薇这样的才女也说得通。 沈梦臣的令妃,许晴的父亲,带春荣的容模模,想象空间似乎更大了。 说句实话,倒是挺期待许晴扮演令妃的,巧笑倩其,一脸温柔,与环珠里的令妃形象挺符合。 既然琼瑶奶奶决定要重拍环珠,观众还是支持期待的。 剧情方面估计需要跳脱以往的套路,走一走时下流行的宫斗路线,只有剧情抓人了。 演员在观众心中的低预期才不会被放大。 琼瑶奶奶虽然和鱼妈有不和,但这次不妨多参考一下呢。 至于网报的这份名单,大家就当娱乐,一下看看就好。 演员名单也是新剧宣传的一个热点,要拿来吵一吵。